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律師 雷秋律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以及智商心理師林翠芬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原藝公司的老闆歐若拉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命理專家周應娟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還有藝人林道遠 鄭大哥好 大家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人妻不敢當嗎 有一個人妻他上網發文求助 他說他知道老公外遇一年了 甚至跟小三在外面租房子生活 留他照顧一個兩歲的孩子 那我想他一定是痛苦的 但是他每個月會拿到生活費 也可以任意刷卡 人妻認為不離婚的話 他可以存到蠻多錢的 生活就比較輕鬆 可是又擔心以後會影響到孩子的價值觀 所以他陷入了兩難 他上網跟大家徵求大家的意見 那這個新聞 丈夫說他還愛著老婆 他會回歸家庭的 是小三一直情緒勒索 讓他沒有辦法分手 是這個意思 那先請教一下律師 這個太太已經知道老公外遇一年了 然後他為了金錢 為了收入 他等同在默許 如果說以後他要告這個老公或小三 欠害配偶權 這樣告得成嗎 其實我們法律上沒有默許這個詞 那我們比較講的是一個時效的問題 其實那個外遇這件事可以告兩個 一個大家都知道告離婚 那另外一個告欠害配偶權 拿一點錢 因為也有人是不想離婚 我只想拿錢 那其實這兩個時效不一樣 以他那個一年來講 其實那個告離婚的時效 已經過了 告離婚時效只有半年而已 從你知道開始算半年 你要去告 用這個事由 這樣喔 對 所以如果知道他離婚 知道他外遇超過半年 就不能再告了 不能用這個理由告 比如說你們感情不睦 什麼那些還是可以告 但你就不能用他外遇為由去告 而且這個時效超級短的 就是你就算都不知道 事發後兩年也不能再告 所以這個超級短的 所以也就是說你如果想要 這個設計的原理是什麼啊 設計原理 為什麼超過兩年 就不能再告了 對啊 代表你默認了 其實某種程度上 我認為這是尊重婚姻的 成熟應該是 對啦 對啦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 是 我覺得是法律 就是承承認婚姻的多樣性 因為也有人結婚之後 各玩各的嘛 那而且這個 這從哪邊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你從那個侵害配偶權 不結婚 這就不是給林道遠有了什麼 沒有 感情還不錯啦 就是不離婚 但是可以去告要錢的 這個時效就長多了 分別是知悉後兩年 跟事發後十年 這就長多了 那你們不離婚嘛 你的過半年不想告 表示你還可以接受這個婚姻維持 對 但是要點賠償回來啊 對不對 那就有兩年的時效 或者長到時效 要嘛他就告離婚 要嘛他就告親愛配偶權 對 可是告離婚這個已經不能 已經 以他這邊講了一年就不行 然後所以只能告親愛配偶權 親愛配偶權的賠償又很低嘛 對 如果以現在來講 大家的一般觀念會認為是相對低啦 講句實話 對 然後他說這個原配 認為自己有老公的經濟支持 那他說不離婚的話 他有房子可以住 不用付租金 而且有車有錢 還有卡可以刷 然後所以他就不用擔心經濟問題 再請教律師 那這個事情 老公隨時會變吧 對 其實我比較不贊同 怨配現在這個想法 我認為在婚姻當中 如果假定你們有離婚的可能性的話 拿在手裡的才是最穩的 講句實話 所以有一個制度大家很不了解 就是說事實上你在婚姻中 你還是可以請求就是分配財產 就分配完之後就變成個別財產制 在婚姻中 請求分配財產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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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他的話 他可以請求什麼 就是請求婚後財產的一半 跟離婚的其實分法是一樣的 可以這樣子 可以這樣 其實可以這樣 所以有法官判決 有有有 可以可以 你可以這樣去申請 假定看起來這個老公是願意給他錢 對 那假定他有比方說兩千萬 他可以請求分配一半嗎 對 就是如果兩千萬都是婚後賺來的 就是可以請求分配一半 這樣拿在手裡 我覺得真的是比較穩 而且依照我的經驗 就是像這種已經 老公有外遇的情形 你去請求分配財產會比較好談 對 因為他自己覺得自己內疚 了解 你反而搞到離婚的時候 哇 雙方撕破臉了 就可能反而不是那麼好談 蘇老師你會覺得這個講男孩子嗎 我覺得是應該講說 他講他講他沒講 因為他覺得說經濟 他可以有可以有那些經濟的來源 但是問題剛剛律師講的 那個經濟來源 其實是很稀的啦 真的很稀 他如果那個卡 如果說無線卡 他如果說這一次他不幫你繳的話 你後來就不能刷 或是你付卡的話 人家他不給你的話 他把他在銀行洞掉你就沒有了 那房子他也可以收回去 只要是他的名下的話 男生的名下 他也可以收回去 所以這都是假的 所以剛剛律師講的說 一定要拿手的 本本的 這是我的名 而且你不能偷偷回家 那才是真的 那如果你是他的話 你會怎麼做 這看 看他有經濟能力 第一點如果說他沒有經濟能力 看起來他是沒有經濟能力 對 他就在淫威之下 一定要隱忍 真的一定要隱忍 隱忍 你就沒有經濟能力 因為水水可以把你動起來 所以說就像律師 我們就要偷偷去找 就算他講好條件 笨得好 那如果你有經濟的能力的話 我覺得就是怎麼樣 把他扳下去 看要笨多少 如果沒有笨一半 三分之一 你也好 趕快拿拿 因為你有經濟能力 老公現在願意讓他刷卡 是不是那個卡是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那個卡是吸的 因為你有時候老公 這輩子他把你動掉 你刷得過分 或是怎麼樣 因為刷卡 他一定會到他那邊 他的手機都知道 所以他說一次把你刷三十萬五十萬 我跟你講老公就動了 你可能刷三五萬塊 他不會啦 他最反正讓你刷 如果三十萬五十萬他就動掉了 不要刷太大樣的嘛 刷個五克拉的小鑽石就好了 他就動起來了啦 他就動起來了 百多萬他就動起來了 所以說不只喔 五克拉就七八百萬才會這樣 你怎麼知道 所以說那個刷那個可能刷不過啦 因為你怎麼知道啦 那個卡 你就我們如果沒看到 沒吃到豬肉 沒也看到豬肉 沒看到豬肉 沒也吃到豬肉 對那個說你要看你刷的狀態 我覺得這是最好是怎麼拿手的 才是實在的 剛剛律師講的 所以我還是覺得是他五十年了 好 五十年了 網友這樣回應說 那就看南方有沒有錢啊 他說我媽在國 我國小的時候 就發現爸爸有外遇 結果我媽撐到我高中的時候才離婚 媽媽拿到了一間房子跟店面 這樣好不好 不錯啦 不錯啦 我們三個小孩一個人分了八間房 意思是鼓勵他要留著 留著 等一下再來討論 來 先休息 進廣告